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专题二 叫做填方陆地的一个施工 那么看一下这样的话 我们的历年真情的考的就比较多了 对吧 选择和案例 那么所以说我们的案例题的话 它主要是集合着我们具体的施工的流程 不管是填土陆基还是填石陆基 以及每一种陆基的施工的具体技术要求 来做一个综合性的考察 当然这个时候的话也可以强化一下我们的现场安全 只不过这个安全它是不如我们的挖方要求比较高 以及还有个什么石头的问题 它这个石头也是跟我们后面这个附属设计 说我们边沟 排水沟等等 做一个综合性的 好 那我们主要学习什么内容呢 首先呢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施工准备工作 我们呢 陆地呢 在填住之前呢 也是要做好相关的施工准备的 大家想一下啊 我们这个时候是需要呢 填料的 对吧 就是这个填土 填石 那这个填料呢 是否满足要求 所以呢 在这之前呢 要去做相关的实验 好 填上了土之后呢 我们要铺住 铺住完了以后我们要去做压石 那么要用什么样的压石机械呢 什么样的压石速度呢 等等 那这个时候是需要通过实验路段 来获取相关的参数的 以及呢 对原有的地面呢 做一个处理 也就是什么什么 填住前的一个基底的一个处理 好 然后呢 就开始填住了 填住呢 有三种填料 分别是填土路低 填石路低和土石混合路低 三种都对我们的填料呢 有相同的要求 以及呢 尤其是他们各自的施工的技术要点 也就是我们这个要求 啊 填住要求 一定要做一个重点掌握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案例的一个主要的考察方向 啊 要点 要求 啊 要求和要求 好 后面呢 还有两个高路低的施工技术 了解一下什么叫高路低啊 BM Pro的填方高度大于20米的时候呢 就属于高路低就行 粉梅辉的话当的一个选择题 然后呢 就是这个路基土石方平均运据的一个计算 那在我们的一件里边的话 是18年呢 考察了一个案例题 然后19年二件 20年的二件 都对这个平均运据做了一个综合性的考察 那么也可能呢 在21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一件呢 又恢复了这个平均运据的一个计算 好 那这是呢 我们综合性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填土 什么叫填石 什么叫土石路低 作为一个补充 其实呢 这个点的话 也是可以来考察案例题的 你比如呢 在2017年的时候呢 二件 对吧 它呢 也不告诉你 这属于填土路低 这个属于填石路低 我就告诉你在这里边 我的力量的一个含量是多少 然后呢 来给你一个施工技术要求 看它是否满足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判断一下 我到底属于什么路低 对吧 然后呢 再根据我的路低 来看一下这个施工技术要求 是否满足 好 来看 如果我们力竞呢 大于40毫米的 占总量呢 在70%以上的石料的话 这属于填石路低 那么在30%到70%的话 属于土石混合路低 那么小于30%呢 就是我们的填土路低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考点 叫做施工准备 首先呢 第一个呢 是技术准备 在路基呢 施工前呢 要做好三大准备 分别是我们的组织 物资和技术 首先呢 在这里边 技术呢 是一个主要的基础和保证 那么哪些呢 属于我们一个技术呢 其实在后边管理里边的这个技术管理 那也是我们的技术准备 对吧 就是前后呢 做了一个呼应 你比如说熟悉设计文件 对吧 我们要去做图纸汇尘 现场的一个调查 设计焦底 复册方样 实验等等 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技术准备 有哪些内容 不做重点掌握 你稍微的了解一下 哪些属于技术就行 再来看 一般规定 进行一个现场调查 根据实际要求 合同条件和现场的情况等 来编制这个施工组织设计 来进行指导施工 那么在开工前呢 要建立健全什么质量啦 环境啦 职业健康啦 安全管理体系等等 对我们各类施工人员 进行港前的培训和技术交谍 然后呢 双方签字来确认 临时工程呢 要满足正常的一个施工的需要 保证呢 我们在陆基施工的时候 对吧 能够平稳的进行 同时呢 要注意一下 我们如果说有临时工程呢 一定不能对原有呢 造成影响 尤其是这个农田 对吧 一定不能占用工地 好 临时工程呢 一与永久工程呢 相结合 有的地方呢 你可以借用我们已有的 对吧 有的地方呢 是需要布施临时工程 对新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 新设备这四星应当做好相关的实验研究和论证工作 四星知道什么 新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和新设备 好 实验的话 这个地方呢 当做一个选择性的来背考 那陆基呢 在施工前呢 应当建立工地实验室 对吧 这个的话 实验室呢 具体要求 也是在我们后边 管理部分的第三节 就是技术管理 那里呢 做了一个综合性的讲解 一般呢 由母体实验室 来派驻一个工地实验室 对吧 那么针对这个工地实验室 有哪些要求 等等 那都在后面呢 做了一个讲解 那么在填前 你需要对原有的地面呢 做一个检测 对吧 保证呢 原有地面呢 有足够的压实度 有足够的承载力 那需要对什么 基地的原状图呢 进行取样实验 后边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每公里呢 是不少约 两个点的 也可以呢 比如告诉你 对吧 多少公里 然后呢 问你 我要取几个点 那么根据土质的变化呢 可以增加相关的权用点数 好 确定好了 原有的地面呢 是满足要求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呢 选择合适的填料 来进行一个填注 对吧 那如何来保证这个填料呢 是满足要求呢 我们也需要对这个填料呢 做相关的实验 对吧 做什么实验呢 来看 因为它即使呢 对你作为陆滴填料的材料呢 进行取样实验 实验项目呢 包括第一个呢 叫什么 天然的含水率 或天然的含水量 表达的意思呢 是一致的 只不过呢 一个呢 是实质 一个呢 是百分比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液线 第三个呢 是素线 这个呢 等会来给你做一下解释 然后颗粒分析 保证呢 内径不要过大 因为过大的话 压实呢 不是很好 然后基石 通过基石实验 来确定好 它的最大干密度 以及最佳含水量 等等 CBR值的话 代表的是什么呀 我们这个填料的一个强度 好 那在这里的话 在18年呢 考察了一道选择题 我们继续呢 当做一个选择题 或者呢 案例的一个问答补充题 对吧 就问你 哎 我的取样实验 比如说做了天然含水绿了 做了液线了 问你还有什么东西 对吧 这个呢 是要掌握一下的 哎 我们用一个顺口溜来记一下 就是嘛 要填线可计C 对吧 我们也知道 我们国家呢 是对一些产品的影响 3C强制润正的 你这个填线满足要求了 我就可以给你贴这个C了 填呢 就是天然的含水率或含水量 线呢 是两线 液线和塑线 可呢 就是颗粒分析 G呢 就是基石 C呢 就是CBR值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 液线和塑线是个什么东西就行了 好 那来看啊 我们的这个粘性图呢 它有三种状态 第一个呢 是固体状态 第二个呢 是塑性状态 第三个呢 是流动状态 这个呢 就跟我们这个面是一样的 你这个面呢 你加水加多了 它是浆糊 对吧 水一种流动状态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再加面 对吧 不改变水的情况 再加面 可以怎么 可以进行一个揉了 对吧 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塑性状态 慢慢的怎么 面越多干干干巴巴的 对吧 那成了什么 成了一个固体的状态了 好 那么这个液线和塑线呢 是一个什么地方啊 好 那你会发现流动状态和塑性状态 什么时候流动 什么时候塑性 对吧 它总会呢 有那么一刹那改变的一个临界值吧 好 所以这个临界值就是 其实本来就是改变 从流动到塑性 这个改变的时候 那个临界值的含水量 就是我们的液线 好 那塑性 对吧 你再揉啊揉啊揉 然后呢 变成固体状态的时候呢 它要像的含水量呢 是不是又发生变化了 从塑性到固体状态 这个改变的瞬间 含水量呢 叫做什么 叫做我们的塑性 好 所以呢 这两个呢 了解一下就像 你就知道 要液线和塑性即可 那么必要的时候呢 还需要对相对的密度来 有机制的含量啦 易容颜的含量 动胀和膨胀量等 做一下实验 好 使用特殊的塑料 比如说黄土 软土 炎漬土等等 来作为塑料的时候 这些呢 含水率呢 都是比较高的 我们除了照标准 来做相关的实验 需要以及总办 还需要经过批准以后 方可使用 也就是说了 对于一些特殊的材料 它本身呢 就不是很好 一定要去做天线 可计C这些呢 实验 对吧 做好了以后呢 干什么呀 要经过批准以后 方可使用 好 重点的话 就是我们的第三句 然后呢 就是实验路段 刚刚说了 对吧 我们在进行摊铺的时候 用什么的机械呀 啊 怎么去碾压呀 对吧 所以呢 就要通过进行实验来获取 那么这个的话 一般呢 就是实地实验 对吧 选取一个路段 然后呢 进行摊铺 通过摊铺来 根据它的压实效果 来确定好最好的施工的参数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根据地质条件 断面形式 等工程特点 来选择这么一段路 来进行一个摊铺实验 那么这个路段呢 是不宜小于200米的 哪些情况 一定要进行实验路段的施工 总共呢 有五个 对吧 第一个呢 指的是二级和二级以上的 公路的路地 现在这个呢 主要指的是填土的路地 对吧 前面呢 我们也说过 有高速一级 二级 三级和四级 如果属于填土路基的话 那么我们只需要针对什么呀 高速一级和二级呢 做一下实验路段就行了 然后呢 就是填石路低和土石路低 那么他们都带石 但是前面没有带级别 对吧 所以呢 只要带石头的 你甭管是一级还是四级 那么都是需要去做实验路段的 然后呢 就是我们特殊地段 比如说软土啦 滑坡地段啦 盐字土地段啦 对吧 那么这些呢 是需要去做的 以及特殊填料 什么梅干石填料啦 什么软土填料啦 对吧 前面讲的什么 盐字土啦 等等等等 这些特殊的话 一定呢 要去做相关的实验路段 最后呢 就是四新 新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和新设备 所以呢 是两特四新 这两特四新呢 其实呢 可考性不是特别的高 稍微的注意一下 上面这个级别 填土的话 仅限二级级以上 填石的话 甭管哪个级别都需要 当然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呢 我们这一个二建公路呢 是这样考的 某一二级公路在施工的时候 是一个二级公路 然后呢原有的地面呢 属于淤泥质土 问你是否需要做实验段 需要呀 为什么 第一个级别达到了 对吧 你甭管什么填料 填土的 它是二级 满足了 填石的 甭管哪个级别都需要 对吧 所以呢 二级肯定满足了 原有的地面属于淤泥质土 淤泥质土 好像属于软土 软土的话属于特殊地段 所以呢这两个是需要的 对吧 所以哎那一段呢 是需要去做实验路段的 就这样呢 来进行一个考察 好 那么通过实验路段呢 来获取哪些内容 在20年的时候呢 我们一间的考虑一个多选题 对吧 就以下有哪些东西 再来通读一下即可 那就不再做重点掌握了 什么相关的实验检测报告了 通过相关实验路段 来获取亚实工艺的参数了 过程工艺控制方法 质量控制标准 方案和工艺优化 原始记录 过程记录 修改建议 安全保重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 读一下即可 那么还是呢 要掌握住我们的第二个 压实工艺呢 主要参数 对吧 我们如何呢 去碾压 碾压的时候呢 有什么样的速度啦 什么样的变数啦 等等 好 第一个呢 就是机械组合 机械的一个规格 对吧 就是压实机械的型号和组合 然后松铺的厚度 什么叫松铺的厚度啊 就是我们虚铺的厚度 大家想想 土你铺上之后呢 它是一个虚值 是一个松散的状态 对吧 然后呢 通过压路机呢 做碾压 那就变成了压实的状态 那我们这个地方是松铺的厚度 就是没有压之前呢 松松垮垮那个状态的厚度 碾压的变数 对吧 压几遍才会压好呀 碾压的速度 越快越好 还是越慢越好 肯定是越慢越好 但是也不能太慢 太浪费时间了 对吧 所以呢 速度 以及呢 最佳寒水率 即碾压时一个 赞维 那一般呢 就是一个正范儿的一个偏值 好 那这里的话 就是什么 叫送水去三亚 来做一个记忆 三亚缺水了 对吧 咱们送水去三亚 送的话 就是我们松铺的厚度 水呢 就是最佳寒水率 即允许偏差 或者即它的范围 三亚的话 就是哪三亚 亚时机械的规格和组合 对吧 机械组合 亚时的速度 亚时的变数 或者碾压的速度 碾压的变数 好 这个的话 你可以考选择题 也可以考什么 案例问答题 对吧 我们通过实验路段 来获取相关的亚时工艺参数 什么什么什么 问题呢 还需要哪些亚时参数 你能够给它补充出来 送水去三亚 施工机械 施工机械的话 了解一下就行了 给你机械 让你选择 你也要记着 对吧 不是百分之百都需要的 好 第一个的话 清机和料厂准备 就是呢 我们在正式填柱之前 需要对原有地面呢 做一个处理 一般有什么呀 推土机 挖掘机 装载机和平地机 对吧 原有地面呢 给它整平 然后呢 该挖了挖 该填了填 该送走的送走 对吧 填柱的时候呢 可以用到什么 什么推土机 产运机 洋足拧 亚路机 洒水车 平地机和自卸汽车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稍微注意一下 洋足拧 洋足拧的话 它主要在填土的时候呢 才会用到 填石的话 它用不着的 填石的时候用不着 而整形 你填好了以后呢 我们要去做整平 对吧 保证了它平整 一般的用的是平地机 推土机和挖掘机 对吧 整平之后 发现哪个地方缺点 我们再推过来 或者说再挖过来点 再接着整平 对吧 好 这是机械 机械呢 也是不做一个重点掌握 它考试呢 一般会告诉你 我有哪一些 然后问你 哪一个需要 哪一个不需要 就行 好 到同时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大体呢 是什么样的 对吧 首先的话 第一个呢 叫做推土机 推土机呢 主要呢 是对一些土石方 或者散状物呢 进行一个切削 或短距的一个运输 对吧 前面呢 在讲挖方的事 也提到过 我让用推土机 往外运的话 一般呢 适合的是 50到100米的距离 那么再远的话 有点得不偿失了 用在一些什么呀 路机呢 修筑 机空呢 开挖 平整场地 清除树 推机时差等 你说呢 我们这个推土机呢 其实是可以开挖的 对吧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叫做产运机 产运机呢 就是你把土呢 堆在那 然后呢 我把这个土呢 产起来 然后给它运走 我就这么一个功能 我就是产土 然后运走 所以呢 我就是进行 产土 运土 和回石三部分 对吧 一般的就是土方的转运 一般的适合的是 湿度比较小 松散的沙土 和粘土中施工 这样的话 我挖的时候呢 它的阻力呢 也是比较小的 对我们的机械呢 造成损伤呢 也是比较小的 比如说干燥的粉沙土 大家想一下 沙漠里边的这个沙呢 是比较干燥的 但是呢 你真的挖一下试试 它的阻力呢 是很大的 潮湿的粘土 潮湿地区 潮湿地区 沼泽地点 以及盐利 这些的话 它挖起来的时候呢 对我们这个利弊呢 造成了特别大的损伤 所以那产运机呢 是不适合的 不适合的 那我掌握住什么呀 掌握住呢 它适合在什么地方中 施工就行 好 那你来看 这就是我们的推土机 对吧 那用前面的产刀呢 来进行一个推土开挖 好 那这是产运机 产运机的话 就是你把土呢 已经弄好了之后呢 我进行一个运土即可 好 再来看装载机 装载机的话 我们可以来产土 对吧 然后呢 装 然后泄土 然后运土等等 那也可以进行怎么办 轻度的产掘作业 说我可以有什么 有一定的挖的功能 但是比较少 挖掘机不用说 对吧 直接进行挖掘 然后呢 就是平地机 平地机呢 你看当我们把土呢 摊好了以后 它并不是平整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通过平地机呢 来做一个整体的整平 主要用于什么呀 整平 以及场地的整形和平地 还可以整修路基的横断面 修刮路滴和边坡 以及开挖边沟和路槽 它也有一个挖的功能 怎么来理解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看平地机呢 它下面这边有个刮刀 对吧 这个刮刀呢 是可以调节角度的 你想想啊 好 假设的话 我们在这平地机的话 它怎么办 它一改变刮刀的角度 它可以去修整这个边坡的 所以呢 我们还可以怎么办 用它修改改一下角度 可以直接的 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开挖 所以我们这个平地机呢 它有一个开挖的功能 好 装载机 对吧 好 再来看压实机械 压实机械呢 根据工作原理呢 有什么 有净作用碾压机械 就利用自身的重量 去做碾压就行了 第二个呢 叫振动压漏机 就压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振动性能 还有一个叫夯实机械 对吧 就像我们说的 蛤蟆夯 好 按照工作质量和振动的冲击质量 来确定它的生产力 工作质量 就是我本身的一个重量 对吧 我是21吨的 还是18吨的 以及呢 我通过振动来获取相关的质量 来确定它的生产率 好 这个些的话 都是选择题的考点 下面呢 是适应范围 读一下 了解一下 那么第一个呢 叫什么 叫做光轮振动压漏机 对吧 这属于什么 振动碾压的形状 它适合的是什么 非粘土壤 碎石 沥青混凝土和沥青混凝土铺层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羊足碾 或者凸块石 那么这个呢 主要呢 用在系列图里边 进行一个碾压 然后呢 就是单轮振动压漏机 各种材料 双轮振动压漏机 也是主要有各种 轮胎系列的 轮胎系列的话 就是我们的净作用了 还有净碾压的缸轮等等 这里的话 看一下系列 谁呀 羊脚碾 羊足碾 好 你看我们的羊足碾 对吧 它就是铺好了一层之后呢 你想想我们这个土呢 它碾压好了之后 表面是很光滑的 然后呢 我再去摊铺第二层 就类似于千层饼了 或者榴莲千层蛋糕 它一层一层 彼此很独立 这样的话 我们的路肌呢 整体性不是很好 所以呢 我们摊铺好了一层以后 表面呢 用这个羊足碾做碾压 你看出现凹凸不平的 对吧 你在摊铺上一层 它会有一个良好的结合 保证呢 路肌的一个整体性 啊 然后当我们说前期的材料 做好了准备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准备相关的具体工作了 对吧 材料机械备好了 然后就是对我们原有的基地呢 做一个如何的处理 一定要保证原有的基地呢 有足够的承载力 那在我们公路里边呢 怎么来保证你的承载力呢 它是通过压实度呢 来做控制的 压实度是怎么得来的 啊 一般呢 是这样的 我们是通过基石实验 基石来获取它的一个什么样 最大干密度 有两个 对吧 这个填料呢 你可以在实验室里边来获取 还有个呢 是现场的来获取 那我问你 哪一个地方的含水率是比较大的 那肯定现场呀 虽然现场的密度呢 就小一点 那用现场密度呢 比上实验室的密度 然后呢 乘以百分之百 那就是我们的压实度 现场的密度 比上实验室的密度 啊 我们填土路基呢 是通过 哎 这个密度 通过这个压实度 来做一个检测 对于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来说 压实度呢 要大于等于90% 啊 三四级公路的话 大于等于85% 啊 任何之和 只要是要进行填住 一定要对原地面呢 做一个处理啊 对吧 哎 二级以上 90% 二级以下的话 85% 啊 然后呢 低路低应当对 低级的表层图呢 进行超挖 分层回填压实 处理深度呢 不能小于啊 路床的厚度 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 所谓的低路低呢 一般指的是填土高度 小于一米的 那为什么要去做超挖分 从回填压实呢 你想想啊 我在上一集课 讲挖方的时候 我提到过 一个路基 从上往下走80公分 属于我们的路床结构 对吧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呢 属于一个低路低的话 很矮 很可能怎么办 很可能有一部分 这个图体 就原有的地面 是来做这个路床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对这个原有地面呢 做一个处理啊 怎么办 挖走 挖走的深度呢 不能小于啊 路床的厚度 这样呢 就保重呢 我们这一部分的受力范围呢 是最好的 对吧 扩散力呢 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路床呢 是我们路基结构里边的一个 主要的承重部位 啊 超挖分层回填压实 处理的厚度 不能小于啊 路床的厚度 原有地面 如果有空洞穴的话 要去做回填 是立马回填吗 不是 这个空洞穴的话 都是时间比较长的 虽然里边呢 可能会有一些沉积物 一定要清除沉积物之后呢 方可回填 你想想 如果说你不清除沉积物 你直接回填的话 受到了一个力的话 这个沉积物呢 会发生下沉 那么这个路基呢 也会下沉 日后呢 路面呢 也会下沉 然后从而导致开裂 所以说是先去清除沉积物 对吧 然后用合格的田料呢 分从回填 分从压实 如果有地下水 采取的是倒排措施 干什么 给它排走 对吧 对于陡坡地段 土石混合地段 田蛙的结合部 高田地段 应当按照要求呢 做一个处理 就行 重点的话就是123 123 好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习题 对吧 做取样实验 实验项目的有什么呀 叫什么 天线可计C 天然的含水率或含水量 啊 线的话是液线和素线 可的话是颗粒分析 G的话是基石实验 C的话是CBR值 所以呢 是选的是A BCE 好 一般的土质路基中 低路低呢 应当对这个表层土脑中吧 哎 做一个超挖 对吧 就挖走 然后呢 处理深度呢 不能小于啊 路虫的厚度 做一个超挖 答案呢 选A 好 路基的填图高度 小于路面和路床总厚度时呢 应当做一个超挖和回填 处理的深度呢 不能小于啊 哎 路床的厚度 对吧 哎 路床的厚度 答案呢 选B 好 那么我们的施工总结有哪些内容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过 对吧 20年呢 刚刚考过去 稍微的看一下就行了 答案呢 选的是ABCD啊 没有E啊 没有这个修改建议 好 下列机械症 不适用开挖沟的事 就是没有开挖功能的事 平地机 产运机 推土机和挖掘机 哪一个不能产呀 哎 产运机不能挖 对吧 产运机不能挖 平地机 我们的挖掘机 推土机都可以有开挖的功能 答案呢 选的是B选项